欲交际 直到季云河下线 我才恍然读懂他对常依的爱 其实一直认为 常依对季云河的爱更加直白 更加多一些 因为这种爱是一眼能够看到底的 是毫无保留的 是足以能够给人安全感的 是让季云河看透他的心思就会笑的 擅长盘算的季云河呢 可能爱对于他来说 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吧 但是直到季云河下线领和饭的那一瞬间 我恍然间突然读懂他对常依的爱了 不需要别的 只需要一句话 整个人都破防了 季云河下线的时候对常依说了一句话 他整个人奄奄一息 气息非常虚弱 终于在那一瞬间 要埋在心底已久的话说了出来 其实之前的种种以大局为重 种种理性考虑全部都是借口 在他下线的时候 终于为自己解释了那么一句 他轻轻地抚摸着常依的脸 情深不舍地对他说 大尾巴鱼 我从来都没有背叛过你 直到说出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颇为感动 其实季云河完全可以继续隐瞒下去 但是此时此刻的他 在生命尽头的他 忽然不想瞒着了 他终于隐藏不住自己的这颗心 跟常依说了真话 其实季云河的爱 只不过是多了一些理性 就是因为这种理性多了 才更能体会到他的感情 有多么痛苦而又纠结 以至于说那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应该快碎了吧 季云河对于男主的爱 绝不亚于对方 只是一次又一次的欺骗 让男主完全失去了分寸 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所以才会想要 把他牢牢地困起来 也许这一刻的季云河 非常非常地后悔 他后悔当初为男主做了决定 一次次刺激他离开 一次次说狠话 更后悔在悬崖边上 替他做了最后的决定 季云河心里无限地懊恼 无限地悔恨 下线时的季云河 就对常依说了一句话 足以让人感动破防 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 常依的心结已经打开了吧 其实他的心里一直都没有恨 只不过纠结爱的字眼 他担心季云河不是那么爱他 可如今看来 季云河是多么想要 再多活一些日子 是多么想要跟常依 一生一世一双人 当年的真相 也许并不是不愿说 而是不敢说 如果不是他的话 教人还是那个挺单纯的人 不会陷在爱情里无法自拔 心也不会被伤得千疮百孔 云河害怕真相说出口之后的处境 也许常依还依然会怨 又或者他自己不想面对 他一直都在欺骗常依 同时也在欺骗自己的心 看到季云河下信的时候 常依心如死灰 只要一句话 他就完全松掉了防线 他对季云河从来都没有设防 看着在自己怀里 已经快要死掉的季云河 常依太崩溃了 他后悔 为什么没有跟对方好好的 为什么非得要一个解释 季云河领盒翻的那一集 穿着天蓝色的衣服从空中掉下 仿佛一切都回到了 过去那个最美好的时候 回到了跟常依许诺 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时候 自由是骨子里面带的 而爱也很重要 季云河最想要的应该是 拉着常依的手 一起奔向自由吧 可想而知 他最后说那一句话的时候 有多么痛苦 美好的想象 总是这么一瞬间就幻灭 如同泡沫一样 一捏就碎了 此时此刻突然就想到了 那些濒临死亡的人 他们或许还有尚未完成的梦想 或许还有很多很多牵挂的人 以及还有想去 却没有去过的地方 所谓身未死心先碎 所谓遗憾 大概就是如此吧 从未完成的梦想 不如将矩再灯